这次的北京冬奥会上 有很多名将迎来自己的收官聚战 比如美国的名将肖恩怀特就是如此 他在最新完成了自己的跳跃之后 动情落泪告白 表示要感谢中国 感谢北京奥运会让他成功的不留 遗憾地完成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1986年出生的肖恩怀特今年36岁 他在这个2006年也就是他 20岁的时候出战都林冬奥会 就成功拿下了冠军 是单板滑雪项目上最有天赋的选手 他在2006、2010和2018年三届冬奥会上拿到冠军 我们也看到像单板 像这个大跳台等等这些项目 都是年轻的选手更占优势 因为玩起来会更加放松挑战这些运动 相对来讲年纪越小 身体的柔韧性包括强度更适合 所以这次的比赛完成之后 最后一个动作想要挑战高难度 没有能够挑战下来 最终就是排在了第四名 无缘奖牌 肖恩怀特表示 这次来到中国对他来说真的是不需此行 没有任何的遗憾可言了 在北京能够完成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最后的表演 让他觉得非常的圆满 在比赛结束的时候 当时现场的观众为他送上联名班的掌声 当然还是咱们中国的观众居多 对此 肖恩怀特也是现场之意 感谢所有人说一切都结束了 让他完成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没有任何遗憾 发自内心的感谢大家 肖恩怀特还在美国的这些直播 软件上晒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视频 他其实是个特别能吃的人 运动员我们都知道 去玩极限运动的消耗特别大的 肖恩怀特晒出来的视频当中 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吃一盘杏鲍菇牛肉 糖醋排条干锅花菜公饱鸡丁 另外还摆了一碗米饭和一碗面条 他表示这些都不够他吃的 但是中国的美食让他流连忘返 所以这一次即便没有能够在北京冬奥会 上以一块奖牌来收割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是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美食 然后能够以这样的方式 这样轻松的心态去完成这次的比赛 对他来说完全不需此行 关于肖恩怀特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他先天性就患有这个心脏血管疾病 被诊断有90%的可能性 不会活过20岁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他20岁成为了奥运冠军之后 就一发不可说是 到了36岁还能够在空中飞翔 在雪地上非常开心 真的是令人感叹他意志力都顽强 而且这些年 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下来 他的两个膝盖和两个脚踝 多次重伤的受过严重的手术 甚至脸部曾经逢过多达62次 但他却认为 自己的人生活的非常有价值 有不少的中国网友都为他送上了祝福 然后 肖恩怀特又表示说 虽然北京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 但不会是他整个滑雪事业的终点 认为那一切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 等冬奥会结束之后 未来还会再回到北京 帮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 来实现滑雪梦想 希望在未来 能够经常来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